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因为它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改变自己的机会 安利希望工厂慈善基金会 与TEDx Taipei合作推出 爱培育潜能开发计划 2022年10月至今 活动前往全台39所学校 完成49场工作坊 超过2200位资源缺乏的青少年兽益 这个计划对于我们这样子偏乡 地方的学生非常有帮助 特别是他们常常很害羞 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 这个活动让他们能够站上台 用一种很热情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就是我的梦想要 就是帮助国家 就是我要答应你 未来 未来我们将培育更多志工讲师 期待帮助更多资源缺乏的青少年 创造无限可能 希望能够借由游戏 生命故事 然后最后进行故事的练习 让他们可以看见 认识自己 这些游戏里面 都隐含着一些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比如说孩子们可能从游戏里面会体验到 原来失败没有关系 再一次就可以 孩子们也可能体验到 原来竞争并不是玩游戏容易的法治 这个游戏里面就像在孩子们的心里面 落下一个种子 这个种子就是认识自己 我们诚挚地邀请您 一同激发潜力 赋予可能 爱培育潜能开发计划 感谢观看